新北市卫生局除了建制新北医药通健康快速搜的便民网站 还提供了在LINE就可以使用的新北医药通医药小神童的服务 民众只要一击在手就等于健康秘书跟着走相当的便利 卫生局的医药小神童要如何带着走 以癌症筛检为例 只要在LINE开启医药小神童依序回答问题 就能导向适合自己的各项服务获得全方位的资讯 回答完之后小神童就同整以上的答案 去显示出使用者符合的检查补助 以我爸爸为例的话 他就符合了大肠癌跟口腔癌 以大肠癌来讲的话 点下去他就需要我们提供一个位置的资讯 提供位置资讯之后 他就显示出离这个位置资讯 最近的周遭10家有提供大肠癌检查服务的医药院所 医药小神童LINE服务随身带着走 透过Q&A对答 透过AI整合了全国的医疗资讯 提供更完整而便民的服务 因为我们有LINE 我们有Internet 但是我们却没有像小神童这样一个互动的LINE的软体 跟民众有这些互动Q&A的对答 所以我觉得新北市在这个地方的用心跟努力 以及创新的运用 特别利用这个国发会要求各中央地方各部门的Open Data 来做资讯的整合 我感觉非常非常的佩服 想获得方便及时的健康服务 只要进入新北市卫生局网站 点选新北医药通网页上的医药小神童连结 以手机扫描QR Code 健康小秘书就可以带在身边了 记者方简感新北 看不到 感谢观看